真的不一样了 华小生说唱演绎Ngaraku KLCC音乐喷泉播黄昏 西东坡康乐华小配合马来西亚 迎接独立67周年 以学生说唱形式演绎Ngaraku 培养爱国精神 网民形容 这首歌有其价值和色彩 成为马来西亚多元种族国家的象征 另外面子书流传一段视频 吉隆坡双塔楼的音乐喷泉 播放台湾流行歌手周传雄演唱的黄昏 该视频引起网民们惊呼难得一见 大赞昌明政府 相信我国会越来越团结 这个国庆有没有感动到你 对